在路上遇到阿伟了 然后阿伟说 等我姐姐去买东西 然后现在他们两个也还没回来 我姐姐 我以为是阿伟的是吧 没有没有 不是阿伟的阿伟 阿伟和我姐姐他们两个去 他们两个去买东西了 叔叔爱哥姐们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去哪里了 知道吧 刚才我们都在路上遇到了 但是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现在在篮球场了 我今天来我孤五家 我孤五家 过火把节了 知道吧 我们这边过火把节了 偷手机火吗 你们不要在这里乱说好不好 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你们就在这里乱说烦死了 想看看阿伟 阿伟他去买东西啊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去哪里了 刚才我都看到了的 但是我姐姐他们两个 一起去买东西了 然后不知道去哪里了 你们说他们两个 会不会去约会了 叔叔爱哥们姐姐们 这能吃是吧 能吃吃福 你能吃吗 你能像我一样吗 去 就气你 什么都不懂 不要自己乱说 阿伟帅不帅 你们自己不会去看吗 你们不是说你们不想看吗 不是让我不是让我不要拍阿伟吗 你们不是这样子说的吗 我凭什么给你们看啊 笑死 约会去了是吧 就约会你吃醋了吧 吃不吃醋 你凭什么管我 你管我啊 真的是 烦死了 他们两个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什么意思吗 他们两个都都摸摸摸背着我去外面玩 啥意思都不带我 我跟你们讲 叔叔爱哥姐们 来直播街900多个人 叔叔爱哥姐们 我跟你们讲 本来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阿伟不是来找我姐姐了吗 然后找我姐姐的时候 这里有点吵 我说大声一点啊 叔叔爱哥姐们 我说大声一点 本来是这样的 阿伟他今天带我们去玩的 但是我姑姑今天早上 打电话给我 打电话给我姐姐说 他呃 就是过火把劫嘛 然后呢 我们两个来玩 然后 然后本来阿伟他 他是带我带我姐姐 我们两个 带我姐姐我们两个去玩的吗 但是我姑姑家过火把劫了 知道吧 叔叔爱哥姐们 然后我们两个就来我姑姑家了 知道吧 我身在篮球场呢 叔叔爱哥姐们 你管得着吗 看着你姐娘了吧 什么意思啊 真的是烦死了 你这些人 阿伟我跟你讲 阿伟他要是对我姐姐怎么样 我跟你讲 我今天晚上怎么对他的 你们给我看着 你们这些人太烦了 老实说我 都是你们逼出来的 哼 不要在这里乱说 真的是烦死了 你这是 我跟你讲 阿伟他一点也不好 要是不过火把节的话 跟你们讲 叔叔爱哥姐们 阿伟本来是带我们去玩的 哼 但是太烦了 你们这里还要过火把节 知道吧 叔叔爱哥姐们 我现在篮球场了 叔叔爱哥姐们 他们两个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烦死了 烦死了 真的是 我都找了好久了 我都没找到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说 他们两个去买东西了 但是我也没看到 知道吧 我真的是要在这里气死了 叔叔爱哥姐们 真的是烦死了 你们要是想看阿伟的话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左上角有一个勾勾 你们点进去 然后有加入 加一下那个粉丝特派 然后一会儿阿伟和我姐姐 他们两个来了 我就可以给你们看了 知道 叔叔爱哥姐们 来 相信阿姨默的 你们就 你们就点进那个粉丝特派 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们 叔叔爱哥哥姐姐们 我跟你们讲 阿伟他什么都不是 真的是 天天来我们家 我都要烦死了 知道吧 反正你们就是 你们不是不了解阿伟 我是我是知道的 知道不 我跟你们讲 因为天天 阿伟他天天来我们家 所以我啥都知道的 你们都不懂 你们在这里乱说什么 烦死了 你们这些人 来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想不想看阿伟 想看阿伟的话 你们就在左上讲 有一个勾勾 等着去加加一下粉丝了 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们 想看阿伟的话 你们就在咖啡上 扣一 阿伟他今天来了 阿伟我跟你们讲 阿伟我跟你们讲一位 有些叔叔爱哥哥姐姐是后面来的 他们都不知道我刚才说的什么 知道吧 所以我现在重新说一遍 阿伟他刚才来了 知道吧 我姐姐我们两个在路上遇到了 然后我 我姑姑家过火把劫了吗 我姑姑他们那里过火把劫了 然后我们 我姐姐我们两个是走路下来的 然后在路上 遇到了阿伟 然后阿伟说 带我姐姐去买东西 然后我 她把我送到我姑姑家 然后 他们两个去买东西了 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来了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说他们也都会不会去约会了 叔爱哥姐们 你姐姐好漂亮 不能嫁给他 对阿伟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说的对 阿伟他太丑了 知道吧 阿伟他又黑又丑 又爱 等死了 就是他的那个毛又卷的那种 来你们想看 你们有没有人想看阿伟的 有没有人想看阿伟的 你们想看阿伟的话 你们就在 你们就这样 给阿姨摸点点赞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们 他们两个可能要一会就回来了 我也不清楚 但是一会回来了 我就可以给你们看了 我现在篮球场呢 我现在篮球场了 叔叔爱哥姐们 我在等着他们两个呢 我在篮球场等着他们两个了 一会他们两个来了 我就可以给你们看了 叔叔爱哥姐们 来 现在直播间两千多个人 可不可以 给阿姨摸点个赞 叔叔爱哥姐们 一人一个点赞 都就 就是很快就点到一万了 知道吧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想不想谢阿姨摸 阿伟口才好 不知道了 这些我不知道 反正我挺讨厌阿伟的 因为他阿伟 他听到我们就知道吧 你们不要在狗屁上打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 不要狗屁上打小偷 我不是小偷 我要是小偷的话 我就被带走了 知道不 这种事 还不准你们就在这里乱说 给我等着 你们这些人 你们约这样说 我我看我怎么对阿伟的 你们还信不起他 我阿伟还有阿伟 还有那个 我还怎么几家 你们这些人啥都不懂 你们在这里乱说是吧 我几岁了 关你什么事 真的是 我不想跟你们说 你们这也太烦了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要是想看阿伟的话 你们就不要在狗屁上 带节奏好不好 你们要是想看阿伟的话 你们就不要在狗屁上打 就是狗屁上打小节奏 真的是烦死了 我都被你们搞乎鱼了 你们还想不想看阿伟啊 信你个鬼子的吧 不要再狗屁上打小偷 打小偷的人 都是阿伟一样 不要脸的人 都是都是一些 跟阿伟一样 不要脸的人 知道不 来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要是相信阿姨末的话 你们就 你们就给阿姨末点赞 给阿姨末 就是加个粉丝的 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们 我现在在篮球场呢 我跟你们讲 他们两个烦死了 到夕之后还没来 真的是 我都 我都在这里 等他们两个好久了 知道吧 叔叔爱哥姐们 我都在这里等他们两个好久了 他们两个都还没来 他们两个什么意思吗 你们说对不对 我姑姑家过火吧 今天呢 叔叔爱哥姐们 然后我今天早上 我姐姐 我们两个走路回来的 然后在路上 遇到了阿伟 然后阿伟把我送到了 把我送到 就是我姑姑家 然后他们两个就跑出去玩了 什么意思吗 他们两个去玩的时候 他都不带我 叔叔爱哥姐们 你你们说他们两个什么意思吗 对不对 啊我昨天还答应我说 带我去那个 带我去镇上玩的 带我去那个县城里面玩的 他什么意思吗 叔叔爱哥姐们 现在 直播间 2500个人给阿姨摩点点赞 给阿姨摩 加个粉丝团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们 我跟你们讲 我他们两个烦死了 我都 我都在这里 我都在这里 等了他们两个好久了